再说一句 我 胆子够大 恨我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收给我听 因为并非从小训练学习 在中系期间 陈晓就像一块干海绵 饥渴的吸收专业知识 与众不同的是 她从小那种 对于生活观察 细致入微的思维习惯 为她的专业学习 注入了很多新鲜的元素 一次上课话剧练习 陈晓竟然临时改戏 把搭档的女同学吓哭了 她的想象力很有趣 她演那个 这里的黎明镜悄悄 然后搞得也挺有趣的 结果她把那女同学吓得 那黎明镜悄悄 她就是打仗回来了 然后她突然 人家别人都是回来了以后 谈恋爱什么 她不 就受伤回来了 结果然后女同学 你怎么了 然后说 这就有颗子弹 抠 实力给抠成了 反正女同学吓得 没听说到身上 让她跟 就是上去就演那样了 老佑 老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